讓我為台北女子圖鑑小小平反一下 其實我覺得它並沒有那麼值得令人憤怒啦 就是一些詮釋刻板印象的草點多了一點 如果是抱持著看Emily in Paris 或者是華登初上那種心情的話呢 整個會覺得非常的娛樂 唯一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要看一群30幾歲的演員演年輕人 不過當初日版也是由32歲的水川馬美 從新鮮人時期一路演到終年啦 但不知道為什麼桂倫美就特別令人出戲就是了 聽說這部影集最後會有11集 今天我要先來看個兩集給大家看 究竟我能不能撐到最後一集呢 台北女子圖鑑 它在大概兩週前上線之後 就很多人都來私訊我 希望我可以講講這一部 但是我實在是很怕我看完之後 也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只要台劇就是我看完常常都不太知道應該要講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呢既然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就來看台北女子圖鑑給大家看好了 那大家可以從我看這部劇的反應 去判斷說這部劇是要PASS還是要去看 好的那就讓我們直接開始吧 真的是沒有很擅長開場的這件事情 片都把台北拍的蠻美的啊 因為都挑一些漂亮的地方拍嘛對不對 為什麼要撐到下班才處理 已經開始看不懂了 喔他應該是想要去那個 詮釋台北女生很Toth 然後很獨立自主 遇到困難就是會牙一咬忍過去 這樣那個精神是不是 台北地下室那麼多那個便宜的兩百塊鞋子 直接去買一雙來換就好啦 小阿姨你不覺得台北的女生好像什麼都沒在怕的嗎 怎麼可能怕東西很多 怕窮怕愁怕失敗 對等你以後啊在台北生活就知道了 小阿姨亂慫恿 他們都有自己的樣子 在這裡充滿各種可能 我要講一下因為我自己也算是北漂來的 算沒有很遠啦我桃園來的 那我也是就是18歲來台北念大學 在來住在台北之前 確實會有一點點覺得台北女生 跟台北以外的確的女生 有一點點那麼不一樣 一些穿著和談吐吧 -台北好玩嗎 -當然很好玩啊 -台北你還沒遇到嗎 -有啦 -啊隨便 -爸我在減肥啦 -誰說吃魚會胖啦 -嗯 -啊 -咕咕 -呵呵呵呵呵 -咕咕的部分真的是爸媽都會 幫那個家裡常常出現的家常菜綽號 -這什麼實在的想法 -台南的大學也不錯啦齁 -來吃飯吃飯吃飯 -而且我要念哪是我的自由吧 -我不想吃 -不吃飽 -這是很很典型的那個不管是的爸爸 -我會很想你 -對啊 -到時候再說啦 -去一趟台北要花很多錢欸 -又不像你們兩個 -有錢店私利 -我也是學貸好不好 -以後還要還 -像這一位 -真正有錢的餅店小開 -剛說我借你錢 -你來台北念好了 -白癡喔 -欸 -我想問一下 -我現實生活中 -從來都沒有看過男生這樣拿包包欸 -就是這樣拿包包 -我從來 -現實生活中 -從來都沒有看過 -但是在日劇 -還有就是 -日本的動漫裡面的男主角 -都是這樣拿包包的 -現實生活中 -真的有男生這樣拿包包嗎 -我很好奇 -這件事情 -我自己是沒有看過 -這個耍帥的呈現是不是 -我覺得雷亞有些當 -電競選手喔 -是那種包吃包住有得賺的 -打電動賺得到錢嗎 -妹妹看起來 -目前是這個家最有前途的 -你喜歡喔 -你喜歡喔 -你喜歡 -你喜歡 -我就是 -你很難了啦 -你誰是台北都叫你 -不是我真的很受不了 -台劇的演員都年紀這麼大 -在演大學生啦 -台灣是真的沒有年輕的演員了嗎 -我不要喔 -我有存錢啦 -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啦 -好啦 -我知道 -爸爸的錢為什麼不拿 -你每下個月也要上台北 -有錢不拿 -要錢拿啦 -是不是這樣 -以後就沒有機會拿爸爸的錢了 -要錢拿爸爸的錢了 -如果混不下去 -隨時可以回家 -誰說我混不下去啦 -過了沒有好漂亮 -終於 -台北 -我來了 -腳踏車到了 -面試是在明天對吧 -嗯 -是彩妝公司 -彩妝公司的企劃 -我記得日版的是 -女主導是法文系畢業的 -然後他也是第一份工作找時尚相關的工作 -我以前真的不熟台北捷運的時候 -真的是會湊在那張圖前面這樣看欸 -大一的時候還沒有智慧型手機 -然後不能從手機上面看嘛 -所以真的就是要湊鏡 -然後看上面的那個捷運圖 -化妝是時尚很重要的一環 -我是時尚管理科系畢業的 -然後我的臂展有參加過國外的報獎 -不是 -我是問你 -你怎麼覺得你有辦法勝任這個工作 -時尚管理相關的科系 -其實就是工作到現在認識很多時尚產業的人 -大多數都不是從相關科系畢業的欸 -我看你這個妝 -你應該不是台北人 -我是台南人 -她故意 -她故意化了一個很難看的妝啦 -她剛在台南的時候臉還不是長這樣呢 -為什麼來台北反而故意化了一個很難看的妝 -既然都是一個已經有YouTube影片教學的年代了 -那照理來說應該化妝的妝容應該不會有什麼南北的差異吧 -還是我有什麼誤會 -面試的時候啊 淡妝就可以了 -嗯 太好了 -看淺淺的 -阿姨 你這樣嗎 年輕女生的桌子好像真的就這麼亂欸 -就上面塞爆各種保養品 -然後工作的東西也會放在上面 -就是做什麼事情都在一張桌子上面 -我以前那個在就是自己租那種小套房的時候 -也是只有一張桌子 -所以我所有東西都會放在那張桌子上面 -怎麼三十幾歲的人不要在那邊抓年輕人好不好 -哇塞 -你是哪邊啊 -三十七隻二號 -酒量超好的 -這個人怎麼那麼好啊 -他請他喝牛肉湯 -怎麼可能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三十二巷五號三樓 -他居然在路上認識一個陌生人 -然後就跟他說他下的地址欸 -很危險欸 -我不用住在台南 -我現在住台北 -是故意要讓你只有看起來很笨嗎 -真是剛好遇到好人欸 -不然真的超危險的耶 -我家就看得到嗎 -你看 -誰會跟新來的同事說 -我家看得到101啊 -這有什麼好炫耀的啊 -他那個感覺很像是台北人在問候彼此的時候 -都要先問說 -欸你家住在哪裡 -是靠近101那邊嗎 -喔你家看不到101啊 -我家看不到101喔 -好像是一個 -越靠近101等級越高的一個比較是不是 -所以你最好接下來的目標就是要 -慢慢的朝向101前進 -總有一天要住在101附近 -是這樣子嗎 -我這樣猜啦 -嗯 -難懂 -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他到底想要講什麼 -你的七萬到底有沒有經過你腦子思考啊 -但到底誰會只畫半張你都出門了呢 -我求你很搞清楚網友認證 -你這部曲是不是故意要讓女之後看起來很笨啊 -太過了你醜下 -他是想要去全是年輕女生那個設施衛生的感覺 -但是好像故意拉低他的智商 -來台北的生活好不一樣喔 -每天都要搭公車轉捷運 -路線好複雜 -然後又走好多路 -腳都抹破皮了 -會嗎 -台北要走很多路嗎 -其實東京女子途徑讓人喜愛的還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東京確實是一個地獄性很強的城市 -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也不一樣 -生活水準也會有明顯的差別 -所以隨著女主角的人生經歷增加 -就有點像是在練等升級的感覺 -那同時觀眾也有點像是順便走訪了東京一趟 -這就像是在紐約布魯克林長大的人 -和在曼哈頓長大的人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他們是來自不同地區的 -我自己在東京生活過一段時間 -即便交通非常的方便 -在東京真的是要走比較多路啦 -因為JR還有地下鐵都超巨大 -超多條線 -超複雜 -那即便坐車就可以很輕易得到城市的另一端 -一般東京人除了上班通勤以外 -可能也不會沒事離開自己居住的區域 -因為這個城市超fucking大 -但台北 -呃…林醫生這樣子覺得台北捷運複雜 -台北是真的很小 -我住在萬華也是可以沒事搭個捷運去新衣去逛街 -不用30分鐘就到了 -嗨!很開心你願意看到這裡 -如果你已經開始喜歡這個影片 -或是你跟我一樣都非常喜歡迪士尼 -愛追各種獵奇的社會議題 -或是擔心巨蜢找不到好看的美具 -可以先按下訂閱加入我的JJ小宇宙 -才不會錯過更多新影片唷 -我也是在這邊當學徒當然很久 -我住在我阿姨家裡沒有付房租 -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過自己的地方 -台北房租真的不便宜 -等一下阿南是說他在台北當學徒嗎? -可是他的店裡面是做台南的牛肉湯耶 -他為什麼要來台北當學徒? -看一下 -欸小心 -我想到我剛來台北看房子的時候 -真的是看了很多鬼屋耶 -台北的那個租屋環境真的超級糟糕的 -真的是被嚇死了 -房東小姐 -你說這間八千 -能不能再算便宜一點? -我們這邊都是租給學生 -很便宜的捏 -便宜的 -八千大概一個新鮮人三分之一的薪水 -一個月三分之一 -房東太太 -這個衛玉是共用的嗎? -對啊共用阿 -衛玉共用真的不行欸 -我 -我覺得妳可以多看幾天再考慮看看 -喔 -我覺得都好貴喔 -我 -我 -我被戳到笑點了 -Maggie -你管話微宣記版了 -你自己看 -我發現妝反了 -我有把它調換過來 -我非常確定 -這個是給百貨專櫃 -這個是給開架新品的 -Maggie在那邊雷 -我前幾天有去那個男生店裡 -結果妳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他說遺障經常帶一個小男生 -去他店裡吃麵欸 -我想說小男孩奇怪 -先回看吧 -遺障真的很歪愈喔 -所以妳們都知道 -都不在乎喔 -誰要在乎什麼 -他怎麼可以這樣啦 -他怎麼可以這樣啦 -你是不是知道不要多管閒事 -是基本的尊重 -我媽是小三 -我們看我爸經緣的生活 -這些是妳想要知道的嗎 -不懂妳為什麼這麼白目了 -妳想要當台北人對不對 -我告訴妳 -真正的台北人 -是不會多管別人家的事 -這是什麼標籤 -突然被貼了一個大大的標籤 -明明就是他偷我的東西 -我在教你現實面 -明明就是他做錯事 -他應該要付點代價吧 -還是妳想要做到今天就好 -副總好 -今天早點下班 -你媽今天有主 -Maggie是副總的女兒啦 -那我們慢慢慢慢去吃 -好啊 -所以才可以住在101旁邊啦 -江子Tray Station -她的辦公桌到底是放了多少東西 -自己要裝成那麼大一下 -她的盆栽是馬的多重宇宙 -原本以為 -到了台北就會成為台北人 -直到現在才發現 -自己始終 -是台北人嚴重的一項人 -會嗎台北人有在分那麼細嗎 -台灣那麼小還好吧 -哇台北很多不是台北人的人啊 -怎麼辦要再看一集嗎 -我覺得我好像受不了了 -有室友啦 -就回來冰箱都滿了 -我男朋友幫我做的啊 -想說一次做多一點 -現在的我 -雖然住不起台北市 -至少 -可以先住在河的另一邊 -果然跟我剛剛猜的一樣 -他就是要越來越靠近101啦 -一點像木想靠近 -中河很好啊 -那時候他都沒有放棄 -中永和 -永和我也住了兩年耶 -喔 -他們睡在店的樓下啦 -哇他們叫我兩年了 -他都沒洗澡 -阿南是說那隻狗沒洗澡嗎 -阿南是說那隻狗沒洗澡嗎 -你要一直摸啦 -他都沒洗澡 -好好笑喔 -阿南好可愛喔 -好想念才能開遠路的那隻叫 -走走遠遠 -欸阿南 -欸小聲一點 -走吧 -你們這麼大聲的講完之後再說 -欸小聲一點 -欸這湯都很可憐耶 -欸這湯都很可憐耶 -欸重點是這他根是真的存在的耶 -被這樣講很貴可以嗎 -我想說你要來我就先給你 -沒關係 -嗯 -叫你連匯款的手續費都省了 -嗯 -黃東是酸他嗎 -酸他你連匯款手續費都付不起 -我知道 -但是照你說的漲一層 -我得多賣兩百碗麵 -你就一天多賣七碗嗎 -兩百碗麵一碗一百塊兩百萬 -兩萬塊一層 -兩萬塊這家店店主可能要二十萬是不是 -我的數學有沒有算錯 -我再加一份草蝦 -然後一杯啤酒 -小開 -扣 -幫你給點一份好不好 -好啊 -那兩份草蝦 -嗯 -算了 -點..點它沒關係 -幹嘛 -喔我..我有點過敏 -先不要吃海鮮好了 -喔是啊 -欸Baby你想要吃什麼 -乾杯是真的很貴耶 -乾杯這樣一桌的人要吃到飽至少要一萬吧 -想要試做牛肉飯看看 -多一個品項看能不能多賺一點錢 -對了 -以後你們那種聚會我都不參加了 -什麼意思 -房租漲了 -地論都被吃掉了 -我要省一點 -你的意思是 -我們以後都不出去外面吃飯 -也不跟朋友聚會了 -不是 -你還是可以自己去啊 -剛剛這邊是我目前為止看到覺得最符合現實的地方 -就是當男友 -就是另一半開始淡出社交圈的時候 -就是感情要開始生變的一個開始 -因為聽過很多這種故事 -就什麼另一方為了要省錢啊幹嘛的 -然後就開始不出席一些朋友的聚會 -然後兩個人的生活圈就會越來越遠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雖然我目前為止看到 -比較像是現實生活中會出現的情形 -身為一位客服人員 -當對方在情緒上的時候 -你應該要站在對方的立場 -也就是你客戶的立場 -跟他一起發脾氣 -這樣問題才會解決 -恭喜一下首次得到業績冠軍的林依三 -大家恭喜 -謝謝 -他是要表達參考了這個男生的建議之後 -他的業績傳爆聲嗎 -第一筆獎金 -我沒有存起來 -我決定 -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犒賞 -你看這邊有存贏的耶 -存贏的 -這家我也很常買耶 -存贏比較貴耶 -我想一下 -你不是業績超標嗎 -想說幫你慶祝 -聽說這間蛋糕超有的 -這間蛋糕超有的 -感覺你這裡辦應該很忙 -忙著跟別人去喝酒啊 -還不錯 -牛肉飯 -有很多上班族會做外膽 -重點不是我們要不要搬離開那個地方 -而是不管我們到哪裡 -你願不願意 -當一個麵店的老闆娘 -一臉不要 -你可以開始實現你的新計劃 -換男友 -在那裡開店不重要 -重點是可以跟我老公一起打拼 -很甘願喔 -有什麼好不甘願的 -最重要的是過日子吧 -所以在那裡也不重要 -這個想法很正確耶 -欸 -你追來了海鮮麵 -誰要你幫我吃 -海鮮麵怎麼好像很好吃喔 -我身體好餓喔 -我爸媽也幫你我媳婦康 -承認是不是喜歡他啊 -你是啦 -你再跟你回去啊 -誰 -表姐 -兩年很久了 -你還在那間麵膜公司上班嗎 -嗯 -我想說很穩定 -就不用一直換了 -你真的是一個很適合 -呆在手機圈的人 -表姐你什麼意思 -表姐 -怎麼了他怎麼團心情變這麼差 -因為被表姐酸嗎 -是我太習慣安定了嗎 -還是 -我太容易滿足了 -這不是我期待的自己 -也不是我來台北的目的 -他到底期待來台北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對不起 -我想用的更多 -以前在做小套房的時候 那個吃不完食物沒有什麼屬於桶可以處理 真的就全部都投進馬桶裡面 -衝掉 -好 結束了 -兩集看完了 -看完兩集了 -好 看完兩集 我覺得日版比較不會讓人出戲的點 -在於呢 -他有蠻明確的戲劇定位 -像是角色會突破第四道牆跟觀眾說話 -用比較浮誇的戲劇感去呈現出 -女之道的低潮還有各種經歷 -就比較偏黑色幽默一點 -那當觀眾很強烈的知道這是戲劇的時候 -就不會放太多邏輯在裡面嘛 -那台版的莫名有點在刻意文青感 -在浪漫什麼的 -要詮釋寫實也只有寫實到一半 -反而讓人難以投入 -那接下來會再做一支看三四集的影片 -應該會啊 應該我 -應該是不會戲劇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歡迎看過這部的人留言分享 -對於台北女子途徑的心得 -最後我今年非常想要破30萬訂閱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訂閱 -如果不喜歡的話 -那就沒關係 -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 - lässt baixo -再乾杯 -再發 -再發